孫女白天很多事 孫女晚上有心事 幫你搞定 孫女家務事 小孩出門危急四伏 爸媽急速神救援 一夜你根本就沒有聽到 孩子說要跟他出去 一夜倒車聽著風一聲 小孩撞到之後就消失在車上 那天週末我沒有想到 完蛋 人山人海 兩隻眼睛又叮兩個小孩 然後我就慌了 在那邊大叫 驚訝都沒了 私心瘋得我害怕 我會提醒爸媽媽 蹲下來 趴下來檢查一下環境 從小孩的角度看 你就會減少很多的人血 你知道嗎 當媽媽的 真的隨時喔 尤其是帶著小孩的時候 真的是都提心吊膽 你知道前一秒 大家還玩得開開心心的 不是老公在幫我們拍照嗎 對 然後前一陣子嘛 結果後一秒兒子已經躺在地上了 我們都很以為他在搞笑 結果我默默的過去看 發現他已經在哭了 對 所以雖然我有目睹到 那個慘況的照片 但阿姨也是忍不住笑了 對 所以其實啊 身為父母真的是隨時隨地 都要注意小孩的安全 沒錯 那有沒有曾經因為這個小孩 就是受了一點這個 應該說爸媽在不注意的情況下 小孩就真的是生命危險 不是像我這種開玩笑 是好一點點小傷而已的 我曾遇到一個兩歲的孩子 那其實在假日的時候 爸爸都會帶他回爺爺奶奶家 所以他們是一家人 每個週末都去爺爺奶奶家玩 那這個孩子就非常喜歡車車 那一個晚餐呢 就是奶奶要煮東西 那少了一點點 像蛋啊 一些東西 所以爺爺就要開著 他的得利卡去買 那爺爺正要出門的時候 因為孩子就車車車 媽媽就看 爺爺要出門 小朋友喜歡車車嗎 好 你跟著爺爺去看一下 這樣子 媽媽以為爺爺知道 孩子跟在他後面 那事實上爺爺根本就沒有聽到 孩子說要跟他出去 所以孩子就追在爺爺的後面 爺爺一上車 開始就從車庫 把車倒車出來 聽了蹦一聲 那個媽媽在出去的時候 我們是後來看到那個監視路 你其實是發現那個孩子 就跟在車子的後面 結果也倒車 那個是沒有減速 你剛剛都把它壓下去了 下一秒你就看到 小孩撞到之後 就消失在車上 那所以 也就趕快停下車來去看 還好 就是因為孩子也是身體小 撞到之後其實只有上臂骨折 你就看到那個孩子 他剛好應該是 因為他整個身體 還有臉都是黑的 因為就在車底 應該是被東西摸到 可能一撞倒了之後 就這樣下去 他就順勢地倒下去 然後車子過去剛好就沒有壓到 對 還好是小孩沒事 不然你知道那爺爺 那心裡有多內疚 你知道嗎 當場媽媽是一直哭 爺爺也是說 如果孫子出事 真的他下半輩子 不知道該怎麼補償 他真的沒有辦法 面對自己下半身 那個心情 那個會愧疚一輩子 沒錯 所以常常 其實有時候就是父母 或大人看起來說 其實這些行為 應該看起來很正常 看起來也很簡單 或是大家可能 常常在做的事情 但其實不知道 其實這樣就是把小孩 深陷危險之中 對 其實我覺得 有的時候在節目當中 或是在媒體當中 會看到一些恐怖的案例 爸爸媽媽有些的時候 就花過去 好可怕 但其實沒有把這個案例 真正應用在自己身上 沒錯 到下一次發生的時候 就忘了 對 譬如說像 像我自己小孩小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去吃飯 然後這個大桌 大家都很開心對不對 然後就上湯 可是那個服務生 可能急著要上菜 他就從邊邊角角 要上菜進來 那旁邊就是我兒子就坐在那 很小愛坐在那個嬰兒餐椅 就是那種小朋友那種椅子上面 其實我很少很少 在公共場合這麼沒禮貌 但我那天真的是很生氣 我就說可以換一個人 就是我沒有辦法忍受 他拿了一碗滿滿的湯 然後又從我兒子旁邊 這個太危險了 太沒有性感了 可是這些事情 如果我們平常沒有注意 沒有看這些新聞 或我們在醫院沒有碰到 說老實話 我們有時候會忘記 對 真的會 所以這是第一 就是要有這個嘗試 而且嘗試要進到腦袋 第二個就是 也不要太過自信 譬如說我自己 也曾經犯過這個錯誤 我小孩 為了讓我的太太 能夠休息一下 我就說我帶他們兩個去公園 然後我老公都不太放心 真的嗎 不用 我跟他說不用 我是好老公 你在家好休息 其實帶兩個小孩出去 並不是少見的事 可是平常都是週間 但是那天週末 我沒有想到 所以我進到公園 完蛋 人山人海 兩個小朋友很高興 上去那個溜滑梯 你知道現在溜滑梯 都是一個隧道的 對 人進去 你就不知道他從哪裡出來了 對 那我一隻眼 就兩隻眼睛 又盯兩個小孩 就 我發現完蛋 我沒有辦法處理 然後我就慌了 在那邊大叫 超沒 就是超級 那個 失去你們的 形象都沒了 我怎麼太大 對 對 就是這種狀況 所以太過自信 第三個就是 我們有的時候 會在公共場合的時候 或是在自己居家的時候 我都會提醒爸爸媽媽媽 他說 你那個規矩好多 像我的書上會寫說 家裡哪邊要住 規矩好多 我說沒有關係 請你趴下來 蹲下來 趴下來 檢查一下環境 因為你從大人的視角 環境都很安全 對 可是你蹲下來的時候 譬如說有些人 在這個外面 這個公園的時候 有那種噴水池 小朋友看到噴水 就想去摸對不對 對 那你沒有蹲下來 你就不知道 那一個邊邊角角有多力 說老實話 在檢查環境的時候 如果爸爸媽媽媽願意 從小孩的角度看 你就會減少很多的危險 原來這邊有一個 掉下來的剪刀 找了好久沒找到 藏在沙發底下 小孩看得到 你看不到 所以蹲下來 檢查環境 確定安全之後 你才可以放棄讓孩子 但我說真的身為一位媽媽 或是爸爸 偶爾就是想放鬆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什麼 拜科技所賜 你知道現在有很多那種 兒童的親子餐廳 可是野放孩子的天堂 你把小孩放進去 他們就在室內玩 他們攀岩 跑來跑去溜滑梯 這些東西 然後再加上現場 都會有安全人員在照顧 然後所以所有的媽媽爸爸們 就在外面聊天 追劇 就可以很放心的 把小孩放過去 但有一次真的就出了意外 因為以往我兒子 在玩的時候 我就是也放他 我就自己在外面追劇 或聊天 吃東西 然後以前他出來的時候 就會說媽媽 我要喝水 一切都很正常 有一次他就大哭出來 然後手扶著這個 拿了一個冰塊包 這樣扶著他額頭 然後後面就追著 那個裡面的安全人員 就說他剛剛溜滑梯 不小心撞下來 跌下來 所以撞到地板 雖然他們都有軟墊 對啊 那些不都軟的嗎 對 可是我兒子 那時候才四歲多 就是年紀還是比較小的狀況 他的力道是摔得滿大 所以其實有點歪歪你知道嗎 然後當下我就有點嚇壞 然後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是那個服務人員 就會跟你講說 不好意思 我每天幫你做了什麼緊急處理 然後當時又安撫著 父母的心情就覺得 這邊處理得真好 後來回去之後 我就被我媽大罵 他說妳怎麼會把小孩拔掉 就是什麼都不進去跟著看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媽媽就是要放鬆 就是在那邊滑手機 沒有 我都是 就是買雙襪子進去跳 跟著跳的是不是 對啊 我們要在裡面比賽 要跟他一起玩 因為我們就覺得 限制幾歲或是體重 有一些 有限制 但是像那種大型 可以攀爬的 如果我的孩子高度可以進去 我都可以進 然後我就不會想要跟 因為我就想說 媽媽就想放風 因為與其去公園 沒有人顧 我不如丟去那種親子餐店 感覺上是相對安全 所以後來我就想到一個方法 我就是其實都坐在最靠近裡面 就是可以耳朵 聽得到大概他的聲音 然後眼睛可以追劇 然後再叮一下 他到底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所以像那個公園的溜滑梯 就像剛剛黃醫師講的 溜滑梯人氣超高 但相對好像也是 危險度也滿高的 對 因為這個溜滑梯 看起來是一個比較 無害的設施 像剛剛黃醫師也說了 他帶他小孩去的話 對不對 他頂多擔心的是 是不是有可能不知去向 對 因為溜滑梯 本身就潛在危機 那媽媽也不是沒注意到 媽媽也知道說 溜滑梯好像也履傳意外 那我如果跟著他滑 那不就是萬無一絲了嗎 對 就跟著他滑 反而出事 之前一個媽媽 他就是抱著他大概 只有兩三歲的小孩 就當他們滑到一半的時候 他的那個溜滑梯 是屬於那種硬式的 硬式的 就是那種 水泥的 那種 也很滑喔 就滑到一半的時候 下面的人在拍的時候 他的小孩突然大叫一聲 尖叫一聲 他就哭了 為什麼 腳斷了喔 那我這樣滑梯 是嗎 對 大一定很好奇對不對 原來是因為 他是把他環抱在前方嘛 可是他小孩雖然被環抱 但腳還是可以伸啊 他小孩的腳突然就 上去 彎曲 然後接觸那個溜滑梯的 那個溜滑面 所以是形容 對 踩煞車 對 踩煞車 對 以正兄講得沒錯 撥一下當場腳就骨折 當場那個媽媽看了之後 她很心疼 所以魔鬼常常是在 你自以為覺得 這是安全的情況下 那好 硬式的溜滑梯很危險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 有一些是充氣式的 是軟式的對不對 軟式移動多方便 可以在室內 甚至有的可以在這個夜室 結果呢 軟式也出問題了 就曾經有一個四歲的小男孩 他溜到終點了 那溜到終點之後呢 因為他沒有像我們 硬式的這麼滑 他就卡在那兒 就後面一個小女孩 也跟著下來 那下來如果今天是硬式的 小男孩會被往前推對不對 對 可能頂多就是擦傷 是 軟式的就卡在那兒 兩個就不卡在那兒 小男孩當場 手斷掉 對 所以這些我們其實 自己跑新聞都不知道喔 都是等意外發生之後 才累積了這個經驗 所以好像醫師剛才講得好 這些經驗我們現在攤開來 給大家看 對 大家以後注意到 硬式溜滑梯跟軟式溜滑梯 它各個的魔鬼細節在哪裡 還有滑水道 它也是一種 有水的溜滑梯 對 它也很恐怖 我有一次也是在那邊 因為我就是在幫他們錄啊 幫我兒子女兒錄 然後我就站在那裡 因為我女兒 從滑水道下來的時候 就是在我面前 懂 下來這樣子嗎 所以我也是持續的 站在那邊錄 就是下一位就是老王 就座座一溜下來 他是直接從我這裡 被那股這邊踹下來 我整個拿著相機沉到水裡面 我跟你講 你知道我直接 等於是 直接他飛踢我的藝術力 真的 會不會老王其實是算過的 角度時間剛剛好 然後他還一直笑 我在水裡面 幾乎可失 我就濕透了 我真的氣死了 可是其實溜滑梯危機 真的很多 因為像那個溜滑梯 有時候小孩一怕 那個手一撐 不是就會 對 我兒子有一次上新聞 也是這樣 他手一撐下來 整片皮都不見了 我遇到其實前陣子 有一個孩子 也是在遊樂園玩 然後他玩的是那種 有軌道的車子 他其實就是坐上去之後 其實就繞了之後 回來就結束了 結果到車子結束之後 車子要靠月台的時候 就是車子跟月台空氣 其實大概就只有三公分 他其實幾乎是無縫 他可以直接這樣下車 結果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在他靠岸的時候 他急著想下車吧 他沒穿好距離 覺得可以出去了 對 他可能會覺得 他就是平平的 所以事實上那裡 有一個三公分的縫 他的腳進去就夾進去 所以他其實後來 送來我們急診室的時候 他那個腳掌 是只剩下皮連著 他的那個前端是 隔絕肢上的 天啊 所以因為畢竟是 還是很小孩子 不知道是全力搶救 後來我們外科醫師 花了十幾個小時 把這個腳掌給接回去 但是事實上你也知道 他後續的循環等等 還有那個養傷 花了非常非常久的時間 那是肯定的大傷耶 這個 對 所以事實上 設施本身之外 都是靠我們的使用方式 那孩子其實往往會有 出乎我們醫療的行為出現 但右手真的是滿不正常 沒錯 所以像遊樂園 有的時候像有一些父母 其實已經算是非常的小心 都會陪同 可是有的時候 還是會讓孩子身陷危機 對 沒錯 而且很多危機就在 爸爸媽媽的面前發生 就是我們另外很常遇到的 就是運動發生的 這些受傷的情形 像有的父母會帶小朋友 例如說玩直排輪 小朋友會跌倒 那另外也有很多的球賽 像籃球賽 棒球賽 像我們就曾經遇過 小孩子他們在學校打籃球 那父母親也來觀賞 小孩子的這個籃球比賽 那可能是小孩子之間競爭 因為畢竟國小的小朋友 他們對於那些規則 或甚至說打球的禮貌 他們沒有很在意 因為他們就是小朋友嘛 結果就遇到一個 小男生他起來跳籃 投籃的時候 被另外一個小男生 硬要蓋他火鍋 結果一手扒下去的時候 就讓這個原本投籃的小朋友 失去重心整個跌下來 然後跌下來就整個 頸部 頭部 著地 而且骨折 就頸部骨折 結果最後就變成 植物了 就是半身是沒有辦法動的 這麼嚴重 對 就小孩子而已 可是在法律上面 其實大家要特別注意就是 這些球賽運動 只要他沒有特別的違規 他會發生運動傷害 都是被容忍的 所以反而告也告不贏 那就讓這個父母親就更傷心 就覺得一個小孩變植物人 法律上也沒有辦法替他伸傷生 就滿意 對 像親子類人 我們經常帶小孩子去 真的是可以讓小孩子 放在非常好的地方 所以去逛百貨公司 幾乎是很多 有幼兒小孩的父母 想去的地方 對 但百貨公司其實有一個 大家應該也要看 認同 又要冷氣 可以 又要冷氣 又有咖啡給水 又東西吃 又可以白甜點 所以百貨公司裡面 其實最重要 最危險的地方就是 那個電動手 對 超危險的 經常聽到有這樣的意外發生 但是有時候 你常常看到別人意外發生 沒想到這個意外 是發生在自己身上 對 那我自己的例子是 我有兩個小女兒 我左手抱著小的 右手戴著大了 其實在上電腐梯之前 之前就經常定義他們 第一個不能最靠邊 因為邊邊就是 最容易夾進去的地方 對 好 同樣的 到了快頂端的時候 小孩子不曉得 就是每次要離開 電腐梯的時候 她就喜歡跳 她就喜歡跨 跨出去 結果我的大女兒一跨 她一跳 她就往前跳 結果這一跳 完蛋了 她把我 因為我右手是拉著她 她把我重心拉開了 那我左邊 因為抱著一個重心拉開 在那一瞬間 對 沒有辦法保持 真的又是 整個幾乎要摔下去 感覺我要壓到 我大女兒左邊還抱著一個 真的是 爬上 又有錢滾翻了 這手叔有練過 這次撐在那邊 沒練過的話 我們都摔超踩 我覺得我那個手 直接再壓下去 就把我大女兒壓下去 我的女兒又整個被我壓下去 手扶梯真的很可怕 因為我女兒小時候 也是這樣有一次 她也是做手扶梯 然後也是就是穿裙子 然後不小心就是 被捲進去一點點 可是因為我每一次做手扶梯的時候 我一定是站在她的後面 然後我是把她的衣裙子拔出來了 可是她人就摔了一下 她就摔著她前面這邊 就整個都刮破皮 然後我記得我女兒真的 她太害怕 那個陰影她好幾年 她都沒有辦法做手扶梯 她只要看她的手扶梯 她就會這樣 她說媽媽我想坐電梯 她就會害怕 因為我小時候也就是這樣子跌倒過 好可怕喔 那個齒輪就是整片這樣子 大概就是在這裡留下 不知道幾年了吧 然後我可以完全體會 她不想做那個手扶梯 對 她就心裡 陰影一直在 因為太痛 而且太害怕了 而且網路上有很多那種流傳 是你抱小孩做手扶梯 結果一個不是一閃手 是她是從三樓墜樓 她是從後面掉下去 那很可怕 維如那妳像兒子的話 小男生更活動力更... 其實像包括我覺得最擔心 就是除了手扶梯之外 還有小朋友很容易走散 走失這件事情 所以我也是很小的時候 我就會告訴她 如果有一天妳不見了 那媽媽一定會回來找妳 但是妳一定要在原地 不准跑 不准動 然後不要跟太多陌生人講話 妳就站在那邊就對了 然後所以我就有一次 我就想說測試看看 我兒子到底有沒有聽進去 我就帶她去迪士尼樂園玩的時候 那時候也是人很多 小朋友一定失心放 就跑了 妳選了一個這麼人多的地方 不是 因為她 就她有震撼交流你知道嗎 就知道說妳看到這麼好玩的東西 妳一定要記得牽媽媽的時候 不能就自己跑 果然她就自己跑了 跑完之後想說 好啊 機會來了 就在一個大廣場上 我的天啊 好可怕 她就開始找不到媽媽 她就開始慌 東看西看有沒有 然後就開始大哭 媽媽... 然後我想說太棒了 因為她就在原地 她沒有亂跑 我心裡覺得煩心 所以媽媽平常教的 她有聽... 然後發現不對 因為她在大喊大哭的時候 開始有工作人員 連穿那個狗狗的那個 玩偶裝都外觀 關心她 你知道 我當時就覺得有點丟 妳趕快去把她救回來 不然我怕事情鬧大 所以這件事情 她其實就一直烙印在心裡 但是隨著她漸漸長大 有的時候去百貨公司 因為她是男生嘛 對 所以就跟她講說 那媽媽去尿尿 那妳在外面等 就在這個地方等 然後她就去 她做她的事嘛 我就在這邊 我就自己上廁所 但你知道女生上廁所 擺就會比較慢 而且有時候要排隊 對 然後我兒子就會在外面大吼說 媽媽 妳好了沒 媽媽 妳已經上一個小時了 媽媽 就想一些服裝 那我還知道嗎 就超丟人的東西 剛才講說不准這樣子喊 然後我就說 反正妳就乖在這邊等 那妳想做什麼事情 妳就去做 但是妳就在那邊等 記得要回來就好 好 我果然有一次 我想說 奇怪 我都上廁所出來 為什麼她不見 我還在原地等 想說她是不是肚子不舒服 好久都沒有回來 想說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就冬早西早 想說完了好像不見 因為我去南側 叫她的名字 她竟然沒有回答 我想說完了 這小孩真的要失蹤 我就冬早西早 她也知道嗎 她在那邊有夾娃娃 她也看人家夾娃娃 她享受媽媽品障 都一個小時 對 她就說她覺得 反正妳們女生都很久 她就先去做她的事情 我就說 可是妳做妳的事情 妳這樣子很危險 我會找不到妳 她說妳放心 我都記好路線了 因為我走到哪邊娃娃機 我要著掌 我就會看到廁所 可是我覺得對於媽媽來講 會雖然小朋友長大了 可是妳這樣一眼沒有看到她 妳會很擔心她走失這件事情 而且那講到走失這件事情 我還真的把我兒子搞不見過 可能有一種狀況 我覺得非常危險 就是妳就是親朋好友 很多人一起出去的時候 從頭到尾他都沒有跟著我 所以我就從來都沒有在找小孩 我就覺得說 他一定是跟著我媽 不然就跟著我爸 不然跟著我姐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一坨人 走...然後聊天 然後就到了車上 到了車上 我們都沒有發現我兒子不見 都沒有人發現 少一個 然後就在這個時候 我的手機響了 就有一個人打電話給我說 你兒子現在在我這 我心裡想 詐騙 然後我就說 沒有喔 我說我兒子 現在跟我們在一起喔 然後我在講這個話的同時 我就這樣講 我兒子現在跟我們在一起喔 我兒子 我兒子呢 我兒子在哪 然後我就開始想說 每一個家人 因為已經上車了 有一半的人都上車了 我想說 就這樣子了 都還沒看到我兒子 然後我就說 我兒子在哪 才開始覺得 要認真面對這件事 不然我想把電話掛了 好可怕喔 還好我兒子會背我的電話 然後他就說 那你等一下 我讓你跟你兒子講一下 然後我就 媽媽 然後你知道 我就開始你知道 不見多久啊 他不見了很久 因為我們逛了整個園區 你知道一直到上車 然後我們知道 媽媽那個內疚飛奔 然後趕快去 其實不只小孩害怕 我們也嚇著 可是我超感恩那個男生 然後而且我很重要的是 小孩有背我的電話好嗎 但是我想要問一下黃醫師 就是像剛剛韋汝這種方法 就是提醒小孩 走失或找不到媽媽的時候 停留在原地 像這些叮嚀 這些方法是對的嗎 其實我們今天已經講了 兩個標準答案 第一個標準答案 就是你的孩子要知道 你的名字跟你的電話 我覺得那個季情 已經在之前就已經預備好了 果然就派上用車 對 第二個就是 像剛才韋汝說的 我們都跟孩子講說 如果你找不到 我們要留在原地 對 因為你到處 你往東我往西 你往南我往北 這樣永遠都找不到 是 你就留在原地 那當然如果這兩招呢 暫時就是用了一段時間 那你的小孩說 可是我在那邊等半天 天都黑了 那這個時候第三招就是 請你去找有穿制服的人 是 通常有穿制服的人 自己會來接觸你嘛 對不對 像剛剛講 他一看著媽媽不見了 馬上那些工作人員 怎麼就該來了 除非你在荒郊野外 不然原則上都會有 不管是警察 保全 或者是 百貨公司的櫃姊也都好 反正穿制服的人 來幫助你 那如果你今天去的是 荒郊野外 連制服都沒有的話 那麼你要找人幫忙 就找那全家一家大小的 就是有小孩 有家人 有家人的 對 那當然這四招 如果還有第五個很重要 就是如果有以上以外的人 跑來接慶你 那你覺得有點害怕 那我們剛剛聊的都是 戶外會發生的一些意外 跟狀況 但是其實在家裡 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那家裡夠安全了吧 哪有啊 都送到急診 都是從家裡走過去的 家裡也是非常危險的 對 的確 所以受傷環境的第一名 排名第一是家 家裡 比方說就有個八歲的小女孩 她都八歲了 也大概是一年二年 一二年級了嘛 也算懂事了 那但是因為她家境比較清寒 所以她幾乎都比較少 去外面玩 都在家裡面到處這樣子 就是東玩西玩的 結果有一天呢 她的媽媽在睡午覺 她的弟弟突然就衝進 媽媽的房間說 媽媽媽不要 不妙 二姐 那個小姐姐呢 她出事了 結果一去到神明廳 原來她的小女兒 竟然是卡在了折疊桌 折疊 敗敗的那個折疊桌 超危險的一個東西 這個折疊桌 我跟大家講一下 她一百三十公分高 那這小女孩八歲 其實她的發育是比較慢一點 所以她比較嬌小 她一百二十公分 所以她的身高 讓她是有好奇心 或想要鑽到桌子底下去玩 是 她的頭去伸進了桌腳的那個洞 桌腳不是一個 摸字形嗎 伸進去那個洞 結果你一動 桌子是不是會晃 晃是不是會倒地 一倒地桌腳的木板 是不是跟地就 碰一下就平行了 平行的時候 折疊桌還能動嗎 不行 不能動 就這麼巧 八歲小女孩的頭 是夾在那個 摸字形桌腳的洞裡頭 那她就動彈不得 而且一旦 一旦在缺氧字形的情況下 你就更難去自救 對 那小男孩要不是因為剛好 想要找姐姐 要不然她也不會去審明廳 對 不過小男孩也來不及了 因為她告訴媽媽的時候 媽媽去的時候 看到她的小女孩胸啊 腳啊 頭啊 都有被夾傷的痕跡 而且臉部已經發黑 送到醫院很不幸 就走了 好可怕喔 對 立起來也好 站著也好 或者是已經在那兒的也好 都有潛藏的危險 因為她就是可以動 所以有點危險 所以還是要那種 固定的比較好吧 固定式應該就比較沒有安 沒有危險了吧 專家有建議 就是配真講 建議買一些有卡榫的 有固定式的 或者你是收起來之後 放到倉庫去 對 收好 就要把它徹底收好 對 所以依正哥 那家裡其實還是會有一些 危險的狀態吧 像我其實就滿在意 小孩玩門這件事 我也是 其實家裡真的是潛藏危機 甚至經常父母其實都自以為 固定到很周到對不對 其實家裡我們經常裝潢 就是怕這個抽屜容易夾到 所以我們抽屜 已經預先做那種 可以伸縮式的 緩衝式的 就覺得比較不容易夾到孩子 然後在抽屜的門板 我們也做了那個 另外買那種把它鎖起來 平常小孩子不能打開 對 但是就是這個門 這個門呢 我們其實已經買了 其實有這種門檔的東西 對不對 門關的時候 所以我們不在的時候 只要每天一起床 門檔就先 架上去 對 小孩子如果臨時 突然在玩的時候 它是不會夾到 對 但是我們還是輸掉 另外一個地方 我們把這個門 放到另外一個地方 就在門片的厚度跟那個 門板的地方 那個地方 另外一方 它是會夾人的 對 而且它夾人的速度是更快 對 我們這邊如果開盒是九十度 這邊其實沒有幾度 就直接夾著手 下下就可以夾到 所以有一次就是我大女跟小女 她們在追逐 小孩子最喜歡玩追逐的遊戲 對 結果大女一進去 把門一關 小的急著要去 把門推開 結果手就伸到那個地方 把門馬上夾住 直接那個小手 雖然沒有破皮 但整個手是瘀青 是黑的 超痛 整個那個瘀青 後來一直到 兩個多禮拜都還沒有散去 它當場痛了 哇哇大哭 哭了兩個小時 還停不下來 對 那不是被門夾到的痛 跟什麼拔牙齒的痛 是一樣痛 其實這支舞 真的非常驚人 它幸好只是伸進去一點點 如果其實再多 你要想到 它已經手到那個門縫進去 那一點點 它整個小小的骨頭 真的就已經被夾了 沒錯 所以我們後來預防的方式就是 那個門檔不只放一邊 直接在上面另外一側 壓到門邊 幾乎到門塞的這邊 也放一個 所以它幾乎門 還是說以後就是家裡 只要沒有小孩 沒有過十六歲 把家裡全部的門都拆了 對 然後放一個垂簾 全部都是放個布簾 但是你知道嗎 布簾 另外一個風險 好 布簾也有事 窗簾 我是知道有點危險 對 因為之前 我印象很深刻 那個真的很慘 那個在新北市發生的案例 然後那媽媽有三個小孩 那都是男生 一對是一歲多的雙胞胎 一對是稍微大一點點 那那一天媽媽是想說 剛好就是把雙胞胎一歲多 剛好好動 但是又沒有那麼會動 就放在他們的那個 他們有自己的大大的嬰兒床 那個放在那邊 然後帶著他的大兒子 想說去他們的房間 可能稍微休息一下 總不能一直一打三很累 對 結果後來突然發現 另外這個房間 本來不是因為一對雙胞胎嗎 對 結果發現怎麼只有一個雙胞胎 寶寶在床上 另外一個呢 居然掉在他們的窗簾的那個 就是那個繩子上 對 拉繩 已經黑掉了 窗簾的拉繩 對 結果原來是 她是寶寶的床 離窗簾的拉繩太近了 沒有 重點是原來 她其實沒有那麼近 但是她周邊都有東西 可以連接讓她爬上去 你知道一歲多的小孩 她看到可以爬 她旁邊又有櫃子 櫃子旁邊有一個什麼 然後她就一路這樣攀爬過去 可能攀爬過去 最後發現那有繩子 想要抓 想玩 可是剛剛好那麼注意就卡住 卡住那麼小的小孩子 一卡住再掙扎就弄住了 弄住這個小孩也很小 沒有人會求救 所以就黑掉了 旁邊這個繩 你真的平常整理好捲好 要讓它弄高 因為你說一歲多會受傷對不對 對 之前發生的案例 包括四歲 五歲 泰國甚至有九歲的 都因為這樣子 不小心自己在那邊玩玩玩 然後勒住 越掙扎越緊就死掉了 聽大家分享 其實家裡兇器這麼多 什麼可以讓孩子自己在家 只要他還是孩子 他就會有一些行為 是你沒辦法控制的 而且就算你覺得他懂事了 他在發生事情的時候 他的應變能力 絕對是沒有成年人來得好 我這邊遇到的就是有一個 那個家庭 爸爸是公務員 那媽媽就是因為就是爸爸的爸爸 也就是他的公公 中風 所以其實媽媽後來就是家庭主婦 平常就是在家裡 要照顧這個公公這樣子 孩子其實還國小 十一歲左右 他就是五年級 已經暑假了 那事實上都會覺得家庭 是一個很安全的場所 而且這個孩子已經到一個年紀了 對啊 照理來說 十一歲滿大的 很大會自理 所以其實媽媽也是這麼覺得 覺得他只是一下下 因為媽媽就是在煮菜的時候 找了一些東西要去全聯買 那他就跟那個孩子說 那你照顧爺爺 可是爺爺如果有 因為爺爺臥床 所以他其實 還有意識有什麼需求 你可以幫爺爺這樣 他就覺得很放心地交給孩子 媽媽只是這個時間而已 那孩子在家裡無聊 他就發現 飲水機旁邊排了一排螞蟻在走 他就去拿爸爸的打火機 去燒螞蟻 他為什麼會想要用打火機 燒螞蟻啊 就是孩子的想法 真的很難控制 他從哪裡來 打火機就燒 因為他覺得那是個小火 可是那個場所 他有一盒麵紙在那邊 對 然後又有電線什麼的 對 他就去 因為那個課題 他就拿了雜誌 拿雜誌 對 他本來是要把它撲滅 可是當他拿到這個雜誌 要去的時候 那個火已經很大了 那個雜誌只能丟進去 就是助長他的火勢這樣子 但是最可憐的是 行動不便的爺爺 沒錯 因為他臥床 對 他就是臥床 然後那個燒起來的場合 剛好唯一是爺爺臥床 那個房間的出入口 所以事實上農業 就是一直往爺爺的房間去 所以爺爺後來就是嗆傷 然後有插管住到家務病房去 所以其實 整個最慘的是這個爺爺 但是其實這個行為 還好後來這個火車有撲滅 不然是造成了危險 不死只有這個家庭 甚至其他鄰居的公共安全 其實都會有問題 這個連帶的責任是很大的 對 沒錯 像我遇到的就是孩子已經國中了 那國中大家都知道就是相對 比較叛逆一點 對 那我們就遇到有五個國中的小男生 那他們現在天氣很熱 他們上學的時間不去上學 就大家相約去西邊玩水 那到西邊因為他們本身 並沒有什麼專業的 或者是說我們像大人 有一些知識 對 他們就開始 大家一開始是先去泡泡腳 玩玩水 覺得很好玩 然後就有人開始起哄說 能不能游到對岸 那大家就是覺得 我很厲害 所以就開始有一個游過去 兩個游過去 三個游過去 然後在那一天剛好天氣 後來本來是晴天 後來變成陰天 其實河是這樣子 如果你現在看到是陰天 上游可能已經是下雨了 沒錯 你在中下游是不知道的 你以為只是陰天 然後台灣的溪水是瞬間會暴漲 所以他們就有一兩個 還在游的時候 突然間溪水就變得很快 很激 那就游當然就來不及反應 就被那個溪水往下沖 那沖下去以後 頭就撞到石頭 撞到旁邊的這些石頭 因為他沒有辦法去反抗 那個水的力道 對 然後後來就有其他的大人 看到這五個小朋友 就是有人被沖下水去救他們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就是那兩個小男生 沖到水裡面去 後來都溺斃死亡 就死掉了 那變成這樣的結果 當然那兩個死掉小男生的家長 是非常非常不能接受 對啊 肯定了 孩子都養到國中了 對啊 養到國中 結果就變成告他的 那三個同學的家長 那當然最後法律上是 法院是認為說 因為這個小男生 他是自己因為游泳關係死掉 並不是另外三個小男生 害死他的 對 所以法律是沒有判他有罪 不過另外有一個問題是說 學校為什麼 他們在國中這個階段 沒有是學校上學 怎麼沒有通知家長 對 也會有他法律上面的責任 每一年不只是國中 高中 甚至大學生 都有這種 因為夏天去玩水 然後就發生意外 而且我覺得今年 玩水的意外新聞超多 天氣很熱 天氣很熱 對 而且暴復性旅遊嘛 所以我們有一個研究 大家都覺得說年輕人很衝動 青春期的小孩子不受控 但有一個研究很有趣 他們那種模擬開車的 這個電動玩具 發現如果今天呢 是一個小孩 一個青少年 去玩這個開車的遊戲 基本上他出車禍的機率 跟一個大人 就是一個成年的 三四十歲的大人 出車禍的機率差不多 也就是當他一個人的時候 他不會特別地衝動 但如果什麼 旁邊坐個同年齡的 是 那麼他們兩個人 光是你看我看你 那個車禍的機率就超級高 你說同才在一起 對 不相較勁 對 所以所有的 你不要說小孩了 連爸爸都現在不演 還是這樣 真的耶 對啊 爸爸也很愛較勁 所以所有的青少年 其實危險的都是一群人 一個人的時候其實都還好 你平常就耳提面面講 哪些危險 他都有停進去 對 他有停進去 但是人一多就暴衝 所以如果今天你希望你的孩子 不要在這種暑假 去玩水發生意外 就是盡量減少這種一群人 跑出去的狀態 第二 如果他們飛得有一群人 會讓他跟群體出去玩 我覺得超難 可以 就派一個大人 比較不囉嗦的大人 跟在那邊 不囉嗦的 因為不囉嗦的大人 沒有人要 小孩就不想要嘛 但是有一個大人 就勉勉強強 比如一陣哥 然後大家覺得 來一個帥帥的叔叔 陪著我們 而且還會潛滾斑 對 潛滾斑 好帥 安全 我囉嗦的要死 這個不行 那個不行 不行 那個爆出去玩 爆出去玩 OK 這樣子 好 那第三個重點就是 你在他出門的時候 你一定會給他這個約法三章 對 就像剛剛我們 每個媽媽做的事情 那麼這個約法三章 就一定要有一個 可執行的罰則 譬如說今天呢 你們這個出去 我們都約好了 你們去玩任何水 都一定要穿這一個 九歲生的配備 好 如果沒有穿的話呢 你就會被怎麼樣 假設你就會被禁足 什麼樣的 那反正他們都會傳照片 你就看到一個人就知道 你沒有跟我遵守約定 我就要執行這個 那你知道你的孩子 要跟人家說 這個危險 我不要玩 他說不出口 對 但他如果推給爸媽說 爸媽把我禁足了 那就OK 反正所有的黑臉 都是爸媽單 所以你一定要 就是確實執行 這個黑臉的動作 讓他知道說我是認真的 而且你就是同 我知道你有同才壓力 你就讓我被黑過 沒關係 你爸我說得多難聽 說你媽很討厭 你爸很囉嗦 都沒關係 反正我就是黑臉 你就是照給我 就是你就照做就對了 像這種溺水 都是有新聞可循的 可是我必須說 在生活當中還是有一些 你連想都沒有想到 竟然會出事 像我自己以前是職業婦女 那因為我媽帶 我兒子息帶得滿好 就沒有太多受傷 這類的東西 所以我姐姐也是職業婦女 我侄子那時候才兩三歲 然後有一次呢 我媽就在家陪她玩一玩 我媽要去晾衣服 晾著晾著門就關起來了 然後關起來之後 那個小侄子聽到門關起來 她想要找奶奶 然後就跑過去要把門打開 結果把那個喇叭鎖壓下去 我媽就被反鎖在 後陽台你知道嗎 然後因為她才兩三歲 然後我媽就跟她 就一直在那邊 外面比手話 就說這樣轉 這樣轉 可是這兩三歲的小孩聽不懂 她難懂 對 她完全不懂 然後再加上是後陽台 你知道嗎 你在那邊聲音 你只能聽到小孩的哭聲 你怎麼樣跟她講 她就完全失控了大聲 她已經失去 你這耳朵通通關起來 那時候我媽也沒有帶手機出去 就整個人被關在後陽台 怎麼辦呢 我媽就拿那個拖把 拖把不是有尖尖那個頭嗎 我媽還知道說要從那個腳敲 就把玻璃敲破你知道嗎 我媽直接把玻璃敲破 就是要怎麼辦 沒有人在家 她不會後陽台叫一下鄰居 我們家十三樓耶 空降嗎 就是已經想盡辦法 然後那時候我媽要敲台叫 我那個 一定要離開一點 走開 走開 沒有 她就是 玻璃會吃到她 就是一個沒安全感 她就整個人趴在玻璃上 你知道嗎 我媽就沒有辦法 因為太緊急 我媽就從那個角落這樣子一敲 敲到整個玻璃就破了 然後我的直子 這個左手這邊就被刮傷了 後來就趕快送醫院 也去縫了針 然後到現在她已經小學了 她現在都還有那個針孔 那其實那一件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就 就是會覺得說 我媽這麼年輕 這麼就是沒有狀況 情況之下帶小孩 也會發生一些很奇怪的意外 都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家裡就開始裝監視器 萬一媽媽突然怎麼了 小朋友也不會無數 要打電話 所以我們後來就有家裝監視器 就會比較放心 對 因為我想長輩照顧孩子的時候 是兩個在生命最脆弱的 兩個極端嘛 小孩跟老人其實都是 對 所以我覺得要給爸爸媽媽 十足的裝備 包括物體跟人 所謂的人就是說 當你遇到困境的時候 對 誰可以你求救 鄰居也好 或熟悉的誰 住附近的 反正總而言之 就跟我們保險要先填 就是一個聯絡緊急聯絡人員 資源系統 沒有錯 建立很好 是 那個物品也很重要 配備很重要 因為我發現很多的 像我之前有碰過 一個長輩帶小孩 那他們呢 這個小朋友的狀況就是 爸爸媽媽都很老了 所以沒有辦法有體力 帶他們去公園跑跑跳跳 就把他們關在房間裡面 餵他們吃電視跟吃零食 是 所以其實滿可惜的 因為你沒有給他足夠的武器 所以如果今天我說 爸爸媽媽雖然有老花眼 那我買大支一點的繪本 或是我準備好畫畫的東西 或準備好什麼 反正我有很多的這個配備 都讓媽媽知道 爸爸媽媽知道說 如果他餓了你可以吃這個 那這個東西很健康 這個營養 這個什麼東西 都幫你準備好了啦 這樣的話你就不會說 零食荒了 不知道怎麼辦 好吧 那就只好電視 而且零食如果先準備好 也比較不會亂吃 對 可以準備就是說 爸媽媽自己覺得可以吃的 不過記得就是食物跟玩具 一定要分批 要不然的話老花眼 準備的是粉餅 然後跟著那邊是餅乾 結果老花眼看錯了 對 太不詩人了 太不詩人了 不過我也來補充一下 其實很多人找長輩來幫忙 其實更多的人是找保母來幫忙 對 所以保母呢 其實是我們現在像嬰幼兒 最多人找幫忙的一個對象 那我遇到的案例是這樣 大部分都是遇到這個 新手的父母 就生第一胎 那生第一胎 當然他就沒有經驗 他們是雙新家庭 那這個父母他就找 有的就已經帶滿了小孩 有的就是可能環境他不喜歡 找到一個比較接近他們家裡 他們接送比較方便 可是這個家庭看起來 就是這個保母的家庭 看起來就是年紀有一點大 那已經帶了一個小朋友了 那他們希望說再給他帶 那這個保母當然也說OK 而且他們就是帶白天 晚上會接回家這樣子 那開始帶的過程當中 只是會感受上就是 小孩常常會生病 或者是說小孩白天 好像聽保母講都在睡覺 可是晚上在家裡就不睡覺 就會吵 半年以後突然有一次 也是白天早上就 小孩子送到保母家去 突然接近中午的時候 保母打電話來說 你的小孩子嘔吐 那個不太舒服 你趕快來家裡看 來保母家看 那到保母家看到他的小孩子 其實已經臉巴黑了 然後保母就跟他說 他剛剛嘔吐 然後現在好像就 不太會動了 那要不要叫救護車 現在才問要叫救護車 所以媽媽就嚇到說 對啊 你已經這個狀況 你怎麼會現在問我 然後媽媽就 當然等不及什麼救護車 就保護你要去打 我趕快就是抱著小孩 衝計程車就到醫院去 那到醫院去以後 醫生看就是說 他其實已經 死亡了 一兩個小時以上 已經死亡了 對 而且你看 他是早上大概八點送去 這樣十一點 對 然後就回到去看小孩 代表小孩子可能 九點就往生了 對啊 這個應該之後 驗是驗得出來的 對 後來真的這個 當然這個家長是絕對不能 就是他第一個小孩 所以他們也去驗了 驗了以後發現說 安眠藥 是有吃藥的反應的 所以也可以想像說 為什麼過往可能白天 睡一半 晚上是活蹦亂跳的 好可怕喔 然後可是因為 在這個保母家裡面 這個所有的生活過程 只有保母才知道 對 那保母也沒有說 就是只要他不講實話出來 說真的對於父母來講 很難去證明說 你保母害死了這個小孩 所以最後當然這個案件 後來也確實就不了了之 可是這個案件 在委託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上網查了這個保母 一查 但是一樣是 沒有辦法告你 也是沒事 也是沒事的 所以我會很建議 就是Google大神 你打名字可以查很多事 另外法院的判決 在司法院的網站都有 是公開的 對 所以有些人要查 別人有沒有前科啊 那個你當然 問法院不會告訴你 但你其實上司法院一打 除非他改名字 可是一查就查到了 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內疚 覺得說他當初 如果只要多一點功夫 查一查 他就不會把這小孩 送到這裡去 事先的了解很重要 這個當然我覺得 這個當然是很少數會發生 就是保母大家一定想說 要帶自己的小孩 一定會非常非常認真的挑選 但你的隊友 你就不能挑選 因為你已經 出隊友 如果 你只爸爸嘛 對 對不對 就沒辦法 如果他給你吐嘴的話 你才是傻眼吧 對 因為通常爸爸都覺得說 這個小孩子叫不好 沒關係啊 是我還沒出馬 我要是出馬就不一樣 我出馬都是親自調教嘛 那結果有一個小孩子 他就是比較頑皮兒子 然後他常常坐在後座 就很喜歡去動那個 電動窗的開關 那我們也知道 車子的這個窗戶 電動 他有防夾裝置 如果夾到 他會會倒退 對 結果他看到小孩 每次坐在後座 就喜歡玩 玩的時候 又喜歡把自己的頭伸出去 然後卡在那邊 而且他覺得 小孩子覺得 卡在那邊 很帥 那一次呢 他媽媽或者是奶奶 都只是講說 母湯喔 母湯 可是從來都不講母湯 是怎樣 是怎樣 危險多遠 就是也不交 就有一次 他終於得到機會 就只有他自己載他兒子 他要看他兒子在玩 你知道你這樣有多危險嗎 我今天一定要好好 給你示範一下 我告訴你危險在哪 你過來 他就叫兒子去坐他駕駛座 然後他就跑到副駕駛座去 這樣示範很清楚 他說你看看 你這樣子在那邊 在那邊玩 他就自己就把頭伸出去 你看 你這樣在那邊 多危險啊 他爸爸自己去示範啊 對 他爸就說你看這樣多危險 你看我現在稍微往上一點 看是不是卡到 但他自己在控制 他不會把自己夾到 他只是看到他爸 根本沒有注意到他爸是在 苦肉記在教他 反而覺得很好玩 他只看到他爸 一直在動那個開關 他就看他爸動那個開關 那個 你知道我們駕駛座這邊 也有開關 而且我們駕駛座是 唯一獨一無二 可以連副駕駛座一起控制 鎖定 他看到那邊有開關對不對 他就看到他爸 一直在動來動去 他就一直在那邊 動來動去 結果他爬前我發現 有樣子 你過來 我這個窗戶我控制 明明就到這邊 可是為什麼他還一直在上身 因為夾到這 夾到這 他沒有房夾 我懂 沒有房夾 我跟你講 他前一秒還覺得 這沒有稍微事情 下一秒他講不出話來 所以他跟他兒子說 你趕快往下都講不出來 人之舞講不清楚 再下一秒 為什麼呢 好快 這時候已經開始缺氧了 你知道嗎 對 而且因為人到那時候會緊張 你講不出來的時候 感覺我快要不能自救 好可怕 然後他說他在恍惚之間 也就是他已經在那個 那鬼門關那條行程 他突然看到他兒子 不曉得他兒子這樣算不算駐隊友 就大哭 然後開車 開車門 下車 然後大哭 我跟他不說他在車 兒子就跑掉了 第二次車 跑掉了 好大怕 你知道為什麼 你如果兒子沒有因為 你說他覺得像駐隊友的行為 哭了 然後開車門 然後跑掉 警衛根本聽不到 沒有 那因為他這樣 警衛就聽到 發生什麼事 一看就看到他爸 已經夾在那兒了 頭夾在那兒 趕快 那這個要救太容易了 就直接救 馬上就脫困了 所以這爸爸 完全就是一個錯誤的示範啊 應該有更正確的教導 示範不能在險境當中 對 每一次我們平常在跟孩子說話的時候 要切記這個七比一的原則 就是如果我們跟他講正面的話 占七分 負面的話占一分 這個比例下 孩子就會仔細聽你剛剛說 不可以做什麼事情 是 但如果你今天八句話都說 這個不可以 那個不可以 這個不行 那個不行 以後你不管想什麼 這個不行 那個不行 他都當作我邊風 對 所以就是 前面八句 七句都說 可以 很棒 這個很好 只有一句 我認真的告訴你 眼睛看著你 手抓著你的手 這個有觸覺 有這個聽覺 有視覺 這件事情如果再發生的話 我就會做一件事情 所以是我可執行的 可是什麼帶到警察局 給醫生打針 這都是錯的 好不好 做不到的事情 做不到的事情 在那邊恐嚇小孩 那麼就這一分這個事情 你的孩子就會認真聽 他就有機會學會 我覺得環醫師講得真的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 我們都習慣在生活中 不停地碎唸 對 但是真正要他 注意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講重點就好 對 但是真的小孩的安全 真的是父母的責任 所以我們真的要 多用心地教導他們 沒錯 我們來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